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都说我说 不玩了 那我们玩的更有意思的游戏吧 就叫 神龙戏 大家自由出题 指定答题者回答问题 双方不能说出龙戏的字 连相同发音也不可以 胜利者会有神秘强力哦 双方选手已就位 第一回合 开始 我第一个来 月儿 请问你本名叫什么 进入千龙 月儿淘汰 千名获胜 赢了游戏 输了人生啊 李长寿 阿凡达的导演叫什么 看我变脸 摩脸 吹脸 扯脸 魔性不说来不及剑魔 我错 还没过上 惹不起 惹不起 李长使 射雕英雄传里 红七宫传授郭靖的那套十八招掌法 叫什么 疑问必须清晰 你得说出掌法权命 我才好回答 射雕英雄传里 红七宫传授郭靖的那套降龙十八招 李静龙获胜 老婆 帮我报仇 张使真是太厉害了 口红俊 你到驱魔司后 身边最亲近的人是谁 李静 赵子龙 白菜获胜 李静龙 你服不服 红俊 没事的 大家好 我是大须放宁娃琴木 我来提问 郭语浩 是不是跳过我了 霹雳贝贝的武魂是什么 蓝天办 你要不再仔细想想 我拟武魂 郭语浩获胜 我反应快不快 罗峰 中华民族称自己是什么的传人 他为什么有自己的场景 可能导演夹在私后呢 诶 导演 是是是 您教训的是 不会不会 我一定管住嘴 炎黄子孙 罗峰获胜 游戏结束 雾年刚过就没咱们事了 接下来就交给下一代吧 获胜者可以获得宝珠 集齐七颗宝珠就可以召唤神龙 神龙什么要我不能实现 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师兄 可是现在只有六颗 完了完了完了 为集齐七颗宝珠召唤神龙失败 败者实有成绩 集齐宝珠召唤什么 不好意思 没听清 刚才说集齐七颗宝珠可以召唤什么 你青年戏有点多啊 集齐七颗宝珠可以召唤神龙 集齐七颗宝珠召唤神龙 孙龙 平心 世纗 遭 Official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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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 makers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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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rede Bastes ad SH click株 escalate Time 世纪 感谢观看